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末年 梅家村有一个姓梅的大户人家 家中有良田百姆 牛马成群 是当地人人羡慕的富贵之家 梅才住的儿子儿媳是青梅竹马 梁小无猜 二人十八岁成亲 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只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梅如海 这些年夫妻一直在努力 可里士的肚子一直没有再鼓起来 梅才住兄弟三人 他是老大 他的两个弟弟日子虽不富裕 但人家儿孙满堂 常言道 有人穷不久 无人富不长 人家的日子过得有奔头 梅才住只有一个只有儿子 因此他希望儿子能多给他生几个孙子 可他们只为他生了一个孙子 这让梅才住很是郁闷 觉得在弟弟们面前抬不起头 为了家中人丁兴旺 梅才住甘愿花钱为儿子多娶几房小妾 可小妾还没有娶到家 儿子儿媳就双双因病离世了 这让梅才住痛不欲生 幸好还有一个孙子陪着 他才有了一丝活下去的勇气 儿子不在了 梅才住就与孙子梅如海相依为命 他就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孙子身上 希望孙子能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 梅如海已经17岁了 也到了试婚年纪 梅才住夫妇就开始为孙子张罗亲事 梅家家境殷实 梅如海长得又是一表人才 想与他结亲的人家数不胜数 很多姑娘都主动找梅婆到梅家提亲 经过精挑细选 梅才住为孙子物色了一个叫柳倩娘的女子 柳家在镇上开了一家米行 还有两处大宅子 也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富贵之家 柳倩娘是刘老板最小的女儿 长得是国色天香 美不胜收 爱慕她的青年才俊也不在少数 可她却对梅如海一见钟情 梅如海当然也喜欢貌美如花的柳倩娘 郎有情妾有意 两个年轻人在双方家长的主持下 很快成亲入了洞房 洞房花主意 小夫妻如娇似妻 恩爱缠绵 犹如天雷勾动地货 懂得兄弟都懂 无需多言 柳倩娘不但人长得美 而且性情温柔 贤良舒德 嫁到梅家之后 对丈夫很体贴 对梅才柱很是孝顺 她做饭洗衣 打理家务 晚上还给爷爷洗脚按摩 梅家上下都对柳倩娘赞不绝口 梅才柱也很疼爱柳倩娘 希望她能尽快为梅家生下孩子 传宗接代 可天不随人愿 梅如海与柳倩娘成亲一年 也没有怀孕 这可急坏了梅才柱 她就让小夫妻去寻医问药 可吃了一年的药也没有任何效果 梅才柱见吃药没效 又寻来了很多偏方 柳倩娘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 她的耐心也慢慢地被消磨殆尽 开始对柳倩娘不满 自然也就没有好脸色 再说梅才柱的两个弟弟家境贫困 而哥哥家日子却很富有 她们心中嫉妒 如今见梅如海成亲两年没有孩子 她们心中很是畅快 并大肆宣扬梅才柱上辈子干了坏事 如今得到了报应 梅老二和梅老三两家人 还会经常来到梅才柱家里 打听柳倩娘生孩子的事情 并热心地为她们介绍 哪里有厉害的郎中 其实她们没有那么好心 而是来气梅才柱的 因为在经济方面 她们无法与梅才柱家相比 那就在人丁方面 找到一些心理平衡 梅才柱自然知道 她们安的是什么心 面对她们的不怀好意 她表面上是波澜不惊 心中却波涛汹涌 她们走了之后 就开始长嘘短叹 梅才柱把孙子梅如海叫到房里 说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如今你已经成亲两年了 还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这就是不孝 我倒因曹地府 也没法向你父母交代啊 倩娘是一个好女子 但不能生孩子 就是最大的短处 你要尽快那一房小妾 到时候生下孩子 也为家里争光 堵住那些人的嘴 你要是没有孩子 我在村子里就没法抬头 众人的吐沫星子 都会把咱们淹死的 梅如海和柳倩娘感情深厚 她当然不愿意内窃 说道 爷爷 我和倩娘才成亲两年 再等等 肯定能生出孩子的 您就放心吧 梅才柱说道 她要是会生早就生了 我和你奶奶成亲一个月 你奶奶就有喜了 这都两年了还没有动静 也就没有希望了 梅如海说道 爷爷 我这辈子只爱倩娘一人 我是不会耐怯的 再说了 倩娘现在没有生孩子 不代表她以后就不能生孩子 柳倩娘成亲两年 没有为柳家生下一儿半女 不但梅才柱对她态度改变了 村里人也开始议论纷纷 这让柳倩娘心中很是难受 对梅家的愧疚与日俱增 她也劝说丈夫那切 但梅如海却不同意 梅才柱见劝说不动孙子 就去劝说柳倩娘 倩娘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孝顺的好孩子 可我们梅家就如海这根独苗 传宗接代的重任都在她身上 你俩都成亲两年了 还没有孕育出一个孩子 这让梅家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 我决定给如海取房小倩 好为梅家传宗接代 柳倩娘很爱丈夫 她当然不希望别的女人 与她分走丈夫的爱 但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 就说道 爷爷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也希望相公能够内切 为梅家传宗接代 这样我的心里也高兴 梅才柱说道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如海这孩子倔强 我的话她听不进去 她只听你的话 希望你好好劝劝她 晚上睡觉的时候 柳倩娘再次劝说 丈夫那切 可为如海却不为所动 说道 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人 除了你其他女人 我接受不了 说着就把妻子搂在怀里 柳倩娘感受着丈夫的爱 心中就更加愧疚 她动之以情 小之一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 但梅如海如痴地秤妥铁了心 就是不答应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梅才柱实在是等不了了 就强行为孙子 娶了一房小妾张氏 成婚的当天晚上 梅如海却没有与张氏同房 梅才柱知道后 暴跳如雷 但她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没有发作 就这样又过了两月 张氏依然是完毕之身 怀孕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村里人的议论就更难听了 说梅如海的小妾也没有怀孕 这问题肯定就出在她身上 说她根本不是男人 这让梅才柱很上火 梅如海不愿意与张氏原房 梅才柱和张氏 就把责任都推在了柳倩娘的身上 柳倩娘也是有苦说不出 很快就病倒了 柳如海见妻子病了 赶紧请来郎中医治 可一直不见好转 没过多久就病死了 柳倩娘的死对梅如海打击很大 她几天都不吃不喝 梅才柱见孙子这样 就开心不起来了 说道 人死不能复生 你一定要想开一些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爷爷我可怎么活啊 梅如海是个孝孙 见爷爷为自己痛苦不已 就强大精神 起来开始进食 梅才柱见她这样才放心 梅如海说道 我与倩娘夫妻一场 她如今她却离我而去 我只有一个要求 希望保留着她的房间 反正柳倩娘已经死了 梅老财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柳倩娘的房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梅如海每天都会去房间里打扫灰尘 打扫干净之后就用锁把门锁上 柳倩娘死了 如今没有了障碍 梅才柱就盼望着快点抱上虫孙子了 可想不到一个月后 张氏也因病离世了 为了梅家的千秋大印 张氏离世之后 梅才柱又为孙子娶了刘氏 在新婚之夜刘氏就暴毙身亡了 后来又娶了苏氏 朱氏和李氏 这几个女子中 最多的在梅家生活半年 少得一个晚上都不到就死了 梅如海接连死去六个妻子 这让她悲痛不已 村里人也议论纷纷 有人说她命运克期 这些女子都是被她克死的 也有人说是柳倩娘阴魂不散 把这些女子害死的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 梅老二和梅老三两家人 见梅才柱家接连出世 表面上说着安慰的话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要不是怕人说闲话 他们恨不得请戏子来唱三天三夜 尽管接连死了六个妻子 可梅才柱并不甘心 依然为孙子张罗着娶媳妇 而梅如海却不愿再娶 说道 爷爷 我娶了六房妻子 死了六房妻子 我不想再害人了 您老就发发慈悲吧 放屁 什么叫你不想再害人了 他们都是病死的 与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听信外面的传言 世上只有客夫的女子 哪有客妻的男子 没才助听孙子不愿意再娶 就忍不住大发雷霆 他年纪大了 有哮喘的老毛病 一生气就喘不过气来 梅如海见爷爷这样 就赶紧说道 爷爷不要生气 气大伤身 梅才柱生气说道 我要是看不到宠孙子 要身体还有什么用 不如早点死了安心 为了哄爷爷开心 梅如海只能假装答应 梅才柱见孙子答应 就一下子来了精神 次日就去找王媒婆说美 以前的梅如海是香伯伯 是许多女子的爱慕对象 如今梅如海客妻的名声 传了出去 谁也不愿意嫁给她送命 王媒婆说道 如今如海的名声在外 谁家也不愿意 拿闺女的命开玩笑呀 这事我看有点难办 梅才柱就拿出一包银子 说道 这是你的辛苦费 若是能说成 我还有重心 媒婆看到银子就两眼放光 答应为梅如海 物色一个姑娘 只是需要时间 梅才柱说道 你多操心 最好要快点 我这把老骨头 也等不了多久了 大概过了两个月 王媒婆就喜滋滋地 来到梅家 说为梅如海 物色了一个姑娘 那姑娘叫刘春兰 刘家沟人士 二八年华 因为家里姊妹多 父母养活不起 就想着把大女儿嫁出去 换些粮食度日 以前梅家娶媳妇 讲究门当户对 如今 有人愿意嫁给梅如海 就不错了 哪里还顾得上门户 梅才柱说道 好啊 她家要多少粮食 王媒婆说道 如今这个饥荒年月 一袋子粮食 能换两个媳妇 可如海这种情况 人家一个闺女 要两袋子粮食 您看能不能接受 您若是愿意 今天把粮食送去 就能把人拉回来 晚上不耽误入洞房 为了给孙子娶媳妇 别说两袋子粮食 就算是十袋子 她也舍得 于是就让孙子梅如海和管家 拉着两袋子粮食 去了刘春兰家里 刘春兰得知父母 要把自己嫁给梅如海 就死活不愿意 躲在房间里哭泣 其实她的父母也舍不得她 但为了一家人的命 也只能牺牲春兰 梅如海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听见刘春兰的哭声 就对刘家父母说道 既然她愿意就算了 说着就要走 她又看到四五个衣不遮体 面黄肌瘦的孩子 饿得直哭 就把车子上两袋子粮食 扛进了屋里 说道 这些粮食让孩子们吃吧 管家拉着梅如海说道 少东家 如今粮食没了 也没有带到人 回去没法向老爷交代了 梅如海说道 你不要管 一切由我兜着呢 老爷子要打要骂 让他冲我来 与你没有关系 管家见劝说不住 只能赶着空马车回去了 回到家里 为财助见孙子的马车上 视空空如也 就问他是咋回事 梅如海说道 人家姑娘不愿意 我也不想勉强 我看他家里可怜 就把粮食留下了 梅才助一听 气得喘不上气来 说道 你 你这个不孝子孙 是不是把我气死了 你才甘心 爷爷 强扭的瓜不甜 人家不愿意 即便把人家拉来了 又能咋样 日子肯定也过不好 梅才助说道 你 你小子 赶紧把人给我拉回来 说着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 梅如海见状 吓得不轻 赶紧把他扶到床上躺着 又请来郎中把脉 可梅才助却说道 你把那女子弄来 否则 我宁愿死也不看病 爷爷 您还是让郎中给你看看吧 身体好了 才有力气爆虫孙子 你放心 我一定为您生下一大堆孙子 梅才助不理他 侧身躺在床上 面对着墙壁 梅如海为了让爷爷同意诊病 就假装答应 一会儿就去把春兰姑娘接来 梅才助说道 现在就去 否则 你就等着埋葬我吧 梅如海说道 爷爷 你让郎中给你把把脉 我这就去把人带回来 说着就出了门 他刚走出门 就看到一个破衣烂衫 满脸是灰土的女子倒在门口 看起来像是一个乞丐 梅如海顾不得多想 就把女子敷进屋里躺下 然后给她灌热水 女子就醒了过来 她又吩咐刘妈煮一碗粥给女子喝 女子喝过粥 她暗淡的眼睛里有了一丝光亮 说道 大哥 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我要一辈子做牛 做马来伺候你 梅如海没有说话 而是让刘妈带她去洗澡房洗了澡 然后又换上了刘妈的干净衣服 洗干净的女子依然是面黄肌瘦 但可以看出她长得并不丑 而且很漂亮 梅如海就问女子叫什么 是哪里人 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女子说道 我叫刘春兰 刘家勾人 梅如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原来这个女子就是王媒婆给她介绍的女子 她不是不愿意嫁给她吗 怎么又跑到了她家门口 梅如海心中有很多疑问 说道 你父母要拿你换两袋子粮食 你乐意吗 刘春兰迟疑了一下说道 开始不愿意 可你是一个大好人 不强迫我 还留下了两袋子粮食 我就改变了主意 于是就过来了 我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伺候你 梅如海说道 我的事你应该也听说了 你嫁给我不怕丢了性命吗 若你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就送你回去 刘春兰听梅如海这么说 就哭了起来 说道 你千万不要送我回去 我要嫁给你 你就娶了我吧 好吧 你要是不怕死我就娶你 你可要想好了 二人的对话被刘妈听到 刘妈赶紧去告诉了梅才主 梅才主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并一下子就全好了 说道 赶紧去准备 今晚上就拜堂入洞房 洞房花主意 梅如海并不打算 与刘春兰远访 说道 咱俩虽然拜堂成亲了 但请你原谅 我不能与你远访 刘春兰一听 就委屈地哭了起来 说道 既然相公嫌弃我 为何又要娶我 原来 梅如海一直忘不了发妻柳倩娘 所以她不愿意 与柳倩娘之外的女子发生关系 刘春兰听了她不远方的原因 很是震惊 说道 你真是个痴情的汉子 可我不明白 既然你忘不了发妻 为何又接连娶了几个妻子 害得他们郁郁而终 你这样做自己的良心就不痛吗 梅如海面对刘春兰的质问 她就说出了实情 原来除了发妻柳倩娘 她后来娶的几个妻子都没有死 她与柳倩娘的感情深厚 柳倩娘去世之后 她决定要为她守一辈子 她对小切张识说道 咱俩只能做有名无实的夫妻 如果你愿意走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帮你离开这里 你去寻找你自己的幸福 张识一开始对她还抱有幻想 以为柳倩娘死了 她就会爱上自己 可她想错了 既然梅如海不爱她 她也不想把青春浪费在她身上 就同意离开 梅如海得到高人指点 用绝技让张识看起来 好像是生病了 然后不治身亡 其实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张识并没有死 而是被她送走了 后来她接连娶了几个妻子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她们送走了 让她们去寻找属于她们的幸福 刘春兰得知真相后惊讶不已 说道 想不到你不但痴情 还是一个大善人 梅如海说道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我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而已 爱了就要从一而终 我也不想让无辜的人为我牺牲 你还年轻 我也不希望你为我牺牲自己的幸福 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送你离开这里 刘春兰说道 难道你就不顾及自己的名声吗 梅如海说道 大家都知道我命硬 也就没有女子愿意嫁给我了 这也是我想要的 我离开这里之前 有一个恳请 不知你能不能满足我 你说 什么请求 我想到你妻子的房间看看 我想知道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 让你对她念念不忘 提起柳倩娘 梅如海的眼里顿时流光溢彩 说道 我的妻子温柔贤惠 而且貌若天仙 在我眼里 她就是世上最美的女子 梅如海把刘春兰 带到柳倩娘生前的房间 刘春兰一眼就看到了 墙上的那张画像 她走进画像 两行泪水就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她站在画前 很久才缓缓转过身子 说道 相公 你看看我是谁 当梅如海看清她的脸时 吓了一跳 面前的女子 分明是她日丝夜想的妻子 柳倩娘 倩娘 是你吗 梅如海难以置信地问道 是我 我是倩娘 女子朝她缓缓走来 二人就拥抱在了一起痛哭 梅如海说道 娘子 谢谢你现身回来看我 柳倩娘说道 相公 我很想你 我不能没有你 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陪你到地老天荒 梅如海心中激动 但她并不糊涂 柳倩娘已经死了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 说道 倩娘 你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柳倩娘说道 我是去世了 倩娘是真的死了 但她不愿意重新做人 阎王就把她留在了地府做工 后来 一个天神到地府市场 看到柳倩娘是大吃一惊 说她是天上的一只玉兔 她之所以投胎到下界 就是为了报答梅如海上辈子的恩情 如今恩情没报 居然死了 天神就让柳倩娘还阳去 可她已经下葬多日 要想还阳 就要借助别人的身体 当她来到一处山崖的时候 就发现了刘春兰的尸体 原来 梅如海从刘春兰家离开之后 刘春兰的父母再三考虑 还是要送她去梅家 毕竟要了人家的粮食 心里不安呀 刘春兰不想嫁给一个命运的男子 就一路哭哭啼啼地跟着父亲 往梅家这边而来 走到一处山路的时候 刘春兰就发疯似地往山上跑去 谁知不小心就掉下悬崖摔死了 柳倩娘附在刘春兰的身上 来到了梅家 一开始她并没有告诉梅如海真相 就是为了试探她 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忘了 若是忘了 她就会默默离开 以其他方式报恩 经过试探 柳倩娘得知梅如海 并没有忘了自己 她非常感动 就决定留下来 按照天神的吩咐 她要想变成原来的容貌 就要对着自己的画像 默念一串术语就可以了 她念了术语之后 果然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梅如海听了她的诉说 是又惊又喜 夫妻二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久久不愿意分开 当天晚上 就重新入了洞房 次日 梅如海把柳倩娘的事 告诉了梅才柱 梅才柱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 柳倩娘死了之后 她也后悔了 心中一直愧疚不已 她老泪纵横地说道 倩娘 对不起 请你不要怪罪爷爷 我也是为了梅家 为了如海才做出了 那样的糊涂事情 柳倩娘眼圈泛红说道 爷爷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 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梅才柱也看开了 对于生虫孙子的事 她也不再苛求 一切顺其自然就好 一个月之后 柳倩娘居然怀孕了 后来就生下一对龙凤胎 梅才助喜得何不龙嘴 见人就夸奖孙子孙喜争气 梅如海和柳倩娘 一生孕育五男二女 孩子们个个非富即贵 狠狠打了那些说闲话人的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